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大嫂 今天有没有觉得我有一点点不一样 没错 我没有截头发 因为你们也知道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那个不能太多的去染发 或者是有更多的发型可以选择 中发的长度一直保持了很多年 所以我最近发现了戴假发片的乐趣 那也今天准备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收集的这些很好玩也很方便的假发 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戴 今天要给你们推荐的第一种类型 就是一片式的假发 就是我现在戴的这种 然后它本身就戴一点这种卷的造型 你看其实我自己真实的头发 大概只到这里有这么长 因为今天比较着急所以没有烫 如果是想让它更真实的话 你只要把自己的头发做成跟这个假发一样的弧度 它就可以非常非常自然地融合起来了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便的点 就是可以帮助你去增加发量 显得你的头发很浓密 而且呢其实是很轻薄也很自然的 那我自己平时为了显得卤顶的形状更好 和增加发量的话呢 我就会选这种分片式的假发 你看它有一个这样的铁片的小卡子 然后可以非常好的跟你的头皮吻合 然后你在上面预留一些头发去把它盖住就可以了 它会让你的头发在垂顺的同时 有非常好的颅顶饱满的效果 因为这个假发片的长度 我有专门根据我的长度去修剪了一下 所以它可以特别完美地跟我的发长契合在一起 而且你们看 这边是加完假发片的效果 整个颅顶就饱满起来了 然后这边是没加的效果 就是还挺塌的 因为我买的这个一片式的是真发 我自己会用的比较多 但像这种长发呢 因为我平时没有那么常用 我就会买纤维发 这个你根据自己的使用频率 或使用习惯来挑这个材质就好了 像这种假发片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不是像女团那种 需要在台上载歌载舞的情况下 日常的牢固性还是很好的 但是像有时候那种长发 比较重的头发 可能在你大量运动啊 或者是跳舞的时候是容易掉的 我记得之前 我每期直接甩出过假发片 还有一个发片式的 很好用的就是刘海 那这种发片式的刘海呢 它不仅只在你刘海的部位 这样有一排 它还会整个延伸到头发后侧 所以整体下来 是会有一个衔接的效果 给你们看一下 方法也是这样 把它扎在头顶就好了 然后尽量去盖一下你的发际线 但是我觉得大家戴刘海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理性来看 像我就属于额头比较短 然后脸有一点偏圆脸的这种 所以戴刘海的时候 可能会显得这个五官有一点局促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种一片 你还蛮适合的哦 好不羁啊整个人 另外一个拯救了我这种 很想染头发 很想换造型的心理的神器 就是这个彩色假发片 其实这两年女团风比较流行嘛 大家都喜欢去做一些那种 很出彩的调染 但又不想要那种拳头都bling bling的效果 而且你们知道我之前看那个 Jenny的在MV里面有那种 羊过头的那个造型 我觉得哇好酷很好看 像这个紫色我之前其实参加活动 拍照片的时候有戴过 我买的这个是真发 而且颜色相对比较重一点 所以跟黑发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但如果你想要那种更夸张一点的效果 你可以买那种颜色更浅 或者更鲜艳的那种纤维发 那这样放在头发上 或者你头发有染色的话 就会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当然我看到很多女团和idol在舞台上的时候 她们最近很流行 像这种bling bling的这种 当然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去蹦迪啊 或者是真的有要上舞台的需求 或者是拍照 就不是特别日常的一个效果了 接下来呢就是头套式和半头套式的假发 但是我自己平时其实不是很喜欢戴这一类 会感觉头发有点闷 而且太沉了 像这个半头套式的长发呢 你看它是这样的 有半圈的夹子 然后底下也是固定住的 所以整体的这样的头发呢 会显得你发量非常多 而且是那种很真实很浓密的长发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戴啊 就先把这样一圈外围的头发扎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半发片从你的头发后腹绕过去 然后把它固定在发根的位置 就可以把小啾啾拆掉了 这种就是纯粹要追求那种很夸张的发量 然后瀑布般的大长发 如果你觉得比如说你的头发发顶 发量不就很够 盖的不就很老的话 你可以随便搭一个像这种 余妇帽啊小礼帽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半头套再加一个帽子的效果 如果是你比较怕麻烦的话 你可以直接试试那种假发帽 就是把假发直接坐在帽子下面 然后直接戴上去就有一种一体的效果 之前刘雨昕也有戴过 但是这样的缺点就是你出门要一直戴着帽子 而且那个帽子本身跟你日常的衣服 可能要比较严格的搭配的上才可以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平时想多换一些造型的话 还是可以自己尝试这种假发加帽子的DIY 这个是我买的两个假发套 就是整体的那种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种薄藤籽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雾灰色 它其实有一点闷青色调 也是LISA同款的一个颜色 这种假发套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戴起来 因为你要戴那种发网嘛 会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上头之后 整个效果的逼真程度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上头给你们试一下效果 像戴这种拳头的假发 有一步你会变得很丑 就是戴这个发网 把自己的头发尽量的都收进去 收得干净一些 如果这里太丑的话 剪辑老师记得给我打码 OK 都要只打这块打全脸了 OKOK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现在像在cosplay 还是那种很初级的 大家不带我玩的coser 就是这个假发 其实看模特图的效果 真的非常非常吸引人 但你配上一张我这么实在的 不太像专业coser的脸 就会有一点违和 又换了一个发型 然后特地为了配这个发型 换了一个比较运动风的卫衣 那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假发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像这种特殊的发型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很喜欢扎马尾 但是觉得自己的发量不够多 或者头发长度不够的话 就可以买个像我这样的 专门做成马尾形状的发夹 操作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你扎起马尾之后 直接把它夹到你的马尾上面 稍微整理一下就好了 另外除了像夹子呢 还有这种细绳式的 它也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发夹 加上细绳 这种类型其实它的灵活度更高一点 高马尾和低马尾都可以扎 除了像我这种单骨的马尾脸之外呢 我之前看到迪哥巴里有一个很好看的 这种脏便造型 像这种脏便的话 它本身带一点彩色皮筋 当然你也可以套一些那种很流行的 王一波同款的圆环之类的 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造型 另外我还买了一个这种有一点点 雷鬼风格的脏便 就它的发质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雷鬼的脏便就是这种风格嘛 而且它本身是这样一个圆环 其实很方便操作 就像皮筋一样的套载的马尾上面就可以了 我觉得像这种风格的脏便呢 其实平时很难用到 但是偶尔改变一下风格还是可以的 我会再加上两个这种很夸张的大耳环 是不是看起来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 最后一个要跟你们讲的 就是这个丸子头神器 它就是一个像这种皮筋一样的 小小的假发圈 然后你如果是真的特别不会扎丸子头的话 只要把自己的头发这样 简单的收一下 然后拿假发圈套住 这种假发圈呢 其实特别适合那种 怎么扎丸子头都扎不好的手藏档 再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扎起丸子来 发量太少 显得那个揪太少的话呢 也可以用它来增加一下发量 好了 我最近反正特别贪心买的这些假发 就一次性的跟你们分享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好看的假发的小装备的话 可以反向安利给我 我也特别期待你们给我种草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干嘛来着 转发评论点赞 那我也希望能够再摸索到 更多好玩的生活小物 推荐给你们 拜拜